請法師向上三問訓,一問訓,再問訓,三問訓,向法師一問訓 大家晚安,王明儀佛,我們接著看我們的佛陀,說釋迦世尊,19歲出家,30歲成道 成道以後,一直到我們講說80歲,走遍前印度,來教化 這個我們講說,印度的這些眾生,所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幸福 尤其到了晚年,那個印度的地方是這麼熱,各種條件都是非常差 一個人到了我們講說60歲上下,其實古代的人,那麼到了四五十歲就已經是頭白吃掉 算是老年了,那麼但是佛陀仍然在他晚年的時候沒有所謂的休息 中學一生,那麼我們講說到入面之前,大約五十年,那麼都沒有停止教化終身的這種工作 然後他不像孔子說周有六國,那麼還有這個什麼,車子可以坐,有肉可以吃,還有什麼東西 但是佛陀佛陀,全部都是用他的雙腳,做片印度 那麼出家人,以前是不做這些獸,那麼來作為車載 因為靈敏眾生,所以說沒有以這個畜生,就是牛或者馬來動作騎乘 所以佛陀是用他的雙腳,給我走遍印度 而且在印度的當時,大部分出家人都是脫光腳的 油畫四方是脫光腳 當然路上非常多的荊棘 甚至於住的地方,都沒有一個像樣的屋子 早期的佛陀也是在水邊臨下跟著弟子們四處弘化,然後四處弘化 那麼只在水邊臨下來搬倒 到了後期,有這個國王以及大祭司公父祠 才建有所謂的身色 就像竹林金色,齊林金色這些 但是所有的金色都只是,了不起是用磚蓋的 非常的,我們講說簡樸 一點都不好 不像我們中國的寺廟叫做什麼?殿堂,有沒有?殿 這個殿字以前就是皇帝才能夠用的 但是我們佛教的寺廟,我們都是 那麼琉璃瓦,那麼連以前的琉璃瓦 黃色的琉璃瓦也只能皇宮可以用 但是寺廟,我們講說不是清瓦,就是皇瓦 那麼代表的就是說 那麼來到中國以後的佛教 受到皇帝一般老百姓的遵從 所以說,當我們供奉佛陀 那麼就以什麼?皇帝住個殿 那麼來供奉,但是事實上佛陀 在祂生前的時候,從來都沒有享用過 這樣高級的地方 那麼一生都是脱波氣死,然後油畫四處 那種辛苦,如果你們有機會到印度不要多 只要走個幾次就好了 那麼,但是事實上也可以在這裡體驗 你們可以跟我們的大和尚去隔壁走一走 或者去敦煌那個地方 我們大和尚這天,這兩生天在大隔壁 或不是,在燈煌那邊他們講些也走路 所以說去感受一下 那麼那種的辛苦 絕對不是我們一般人可以了解的 那佛既然自己都已經修詢完成 那祂為什麼而孜孜不見 然後這一般的辛苦來教化我們眾生 完全沒有任何的所謂的慰藉 只見到眾生的苦,不忍眾生苦 所以這樣子我們中國說七七惶惶 有沒有,來不及休息終情 一生都是如此的 所以說我們自己有時候禮佛拜佛的時候 不要只是看著這個佛像 你應該坐下來或者頂禮膜拜的時候 心裡知道佛陀是怎樣的出家修道 然後為我們來紅 來留下這麼多這些寶貴的教員 那麼是多麼辛苦 讓我們何其以信今天能夠讀到 而且讀到這裡的經典 不只是佛陀一聲洪化 然後你知道印度文跟中文是不一樣 那當然是天差地別 就好像現在你們的讀英文要通過幾個考 通過什麼 現在有減四英文是不是 有五級幾級 最高級的是什麼 多少級啊 八級 八級啊 好 那麼你看英文都這麼難了 那繁文只比英文的難度有過之而不及 那個變化不是只有時事 事態什麼過去現在未來啊進行事 然後有男的女的用的那個你我他都不一樣 對不對 那繁文更多 每一個的至此都有他的什麼 不同的屬性 所以說甚至於過去現在未來的後面的那根的變化也都不一樣 所以是更難懂 那麼但是我們想說 為什麼今天我們有這麼多的佛經可以看到 至少知道西天起經嘛對不對 西游記也看過吧 嗯 你就知道說有多困難 當然甚至於比西游記還要困難 因為西游記裡面有一個生活之 不管怎麼樣到最危險的時候他都有什麼 有神通然後有佛菩薩來什麼來幫助 然後所有的什麼九九八十一的難都能夠度過 那你說古代的這些主事大德 當他們發心去西方起經的時候 經典信千信不到百回 一千個信回來的不到一百 要死掉多少 九百個人以上 然後帶回來了以後還要有這個能力翻經一經有沒有 所以說今天在我們手上的這一本經的時候 不管你拿到的 讀不到的 是哪一本我們都要申請感恩的行物 感恩佛用他的生命 要不要來講下這些偉大的教言 感謝中外就是西方的還有中國的這些大德 他們為了來到中國洪法 經過海陸經過陸陸有沒有 海陸就是現在的一世一代 什麼一世一代是不是還是一路一代 一路一代就是思路 一代就是這個什麼海帶 真的海的這一方面也是什麼 也是當時佛法傳來的 那麼不同的地方 只是說因為在這個更早期以前 那麼大部分的佛教影響到西裔這個地方了 所以很多人以為就是到西裔就到印度 所以大很多早期的經典是從西裔流傳過來 西裔離印度就滿遠的 知道不知道 已經都已經是在我們中國的那裡 中亞的這些地方了 所以說它完全是印度 但是已經洪化到那裡 所以說早期很多經典從那裡來 但是也有從什麼 從海陸來 我們知道禪宗的出租 達摩祖師就是從哪邊上來 從海陸 從廣州上來就是坐船來的 然後我們講說這個一進三藏有沒有 也是怎樣 坐船回來的 嗯?好 發險 發險是走路去海陸回來是不是 那麼所以說一 一進好像是兩個都是海的 好 那總之就是希望大家要了解 就是說你看 能夠今日我們得到的今世 多麼多麼不容易啊 所以我們就要發心去研讀 能夠升起感恩的心 你研讀的時候你就會升起 我們講說恭敬知恩的心 那自然就容易流入 這個我們講說 自己的清靜心裡面 就可以跟佛經相應 否則以分別心以妄想 哪怕你想要去讀 越讀越想要說 啊這個可以消災 這個可以免難 其實 用妄想心用分別心 你去讀經讀得再多都沒有用 所以這六祖壇經裡面 有一個叫做霸達是不是 那麼他去見六祖 所以頭頂裡都沒有頂到地 那六祖馬上就罵他 嗯 就是說 既然你頂裡 為什麼頭不至於地 那頭不至於地 就代表你自己 是什麼 內心有點驕傲 那你到底硬什麼東西 就是你的肚子裡面 到底還有什麼東西 讓你 既然牽你來到這裡 你竟然頭又不點地 不點地的頂裡 我 結果法達就說 他曾經送過什麼 法華經三千遍 結果六祖說 你讀了三千遍 如果全部能夠通 按照法華經裡面講的 也只不過跟我差不多而已 更何況 你怎麼樣 根本都沒有讀通不懂 然後還以這樣的高傲火慢的心 來頂禮長老 痛恥一頓 然後甚至於後來 發達虔誠的頂禮以後 問如何了解法華經 你看六祖我們說不認識字 可是法華經呢 他都知道裡面的真實意 然後甚至於告訴我們 讀法華 不能夠轉法華就是被法華轉 聽懂嗎 讀經你不能轉經就是被經轉 什麼叫被經轉 就只是會瞎背而已 忍之初 信本善 信相近 席相遠 嗯 背了有沒有用 也是有用 聽懂嗎 多少 多認識一些字 然後長大以後 可能會多少從裡面感受一些 但是 例如說像古代的世代夫 科技考試 都是通背 但是你說 我們講說儒家裡面 是不是也是要 愛名 人名愛物啊 可做了官以後 是不是都是 啊 一路貪錢 是不是 然後這就違背了 所以說 讀的再多 你如果不能真正的 依照經來行 你就被經轉 聽懂嗎 你就沒辦法跟你的生命去轉動經 所以我們講說帳包 你看看他們有一個轉法輪有沒有 這個其實不是帳包財 我們中國古代 就有一個叫轉經翻 很大的 是跟整個 這個殿堂是一樣的 然後裡面會放很多的經 然後它可以轉動的 可以推動轉動 咦 我上次好像在少林寺 他們的兒童夏令營 他們的那個大方丈 那 果然不大 因為少林寺幾乎是現在是 全球之名的 然後新蓋了一個殿堂 裡面就是把所有的佛經 擺在那個什麼 就櫥子裡 他那個櫥子不是像我們的 張金櫥是可以轉動的 所以小朋友他就帶小朋友去轉那個經 早期我們中國都有 但是戰爭啊 後來很多 這個什麼 衰敗了以後 我們就沒有這個轉經 聽懂嗎 還有以前就是授戒的戒壇 那個壇 那個壇都要 怎麼樣 底下要普遍土啦 要什麼那些 要很規矩的 然後東西南北 整個城市都有一定的 那後來也是因為戰亂 那麼這些東西就不見了 那我記得我們登坦的時候 就是稍微用什麼 用這個什麼 那個木板啊 就幾個石絲 做得比較高一點 然後我們從左右 一般 一般是幾個人 九個人 這是違法的 授戒是只准三個人上 但是我們那時候人多 那麼九個人 九個人早就備會了 老兒上講什麼都沒有聽懂 就只是他一聽 意思就是能吃嗎 那這個每一個人都答 能吃 自己裡面的內容是什麼都不管 能吃 能吃 然後 就授戒就授完了 頂一三百就授戒收完了 那麼有時候那個 因為問的就是代表的幾個而已 連老兒上幾個人 我們都還沒有看清楚 就下山 那至於裡面的是什麼 那也是不曉得 所以說大部分在戒場裡面 如果說是停留比較久 就是眼裡都是 怎麼拜佛啊 怎麼禮佛啊 怎麼走啊 怎麼排班啊 就跟像中心訓練一樣 向前看 向後轉 嗯 就是專門訓練這個樣子 你說 一整個月訓練這些 有沒有用啊 只是比較整齊而已啊 哪有什麼作用 去授戒應該要懂戒條 對不對 要懂得怎麼樣去做一個 真正的合法的 然後很如法的這個 親近的地球 才有道理嘛 結果都是教那些 怎麼拜佛 怎麼穿衣 怎麼搭衣 然後怎麼走路 怎麼吃飯 當然這個也都是啦 但是就把那個像 就把它當作什麼 就是生我活的那些 如果用日本叫做和尚樣 就是只有那個樣子 跟那個東西去寫它 那個失掉精神就非常可惜 所以說希望你們來到這裡 要有樣 也要有什麼 也要有禮 聽懂嗎 表跟禮都要做到 嗯 外寶要有外寶的樣子 那裡面要有裡面的禮字 聽懂嗎 禮字也要厚 如果外寶的樣子也要怎麼樣 也要莊嚴 這樣才可以 那麼因此我希望大家要了解 說佛陀真的是非常偉盪 到了八十歲都很辛辛苦苦的 一直到祂入面前 我們早上不是有講嗎 最後的一天一夜還在講什麼 講涅槃經 所以說 中期一生 那麼說法四十九年 那麼我有講過說 南傳的跟我們這裡不一樣 那麼南傳是說佛陀幾歲出家 二十人歲 聽懂嗎 那三十五歲怎麼樣 正道八十歲入面 所以獎金說法怎麼樣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那我們中國人說說法五十年 或者四十九年 有時候四十九 把它什麼 把它用整數 就是說法五十年 或者說法 比較正確的就是四十九年 那麼彈經三百一會 就是佛陀從華元時一直到涅槃 法華涅槃時總共講過多少次的這些佛法 就是有不同的地方會就是集會的 不同的地方講 例如說講華元經就不是一個地方講 七處九會 聽懂嗎 在不同的處所 總共有七個處所 那有的處所是重複的 就叫七處九會 那麼有的是在人間講 有的是在天上講 所以說華元經它不是一個地方講 好 那麼佛陀講的經當然非常多 你們有機會呢 其實把這個什麼電腦看一下 你說沒辦法每一個每一個去看 你至少把它標題 聽懂嗎 標題大概頂多 頂多十來頁吧 十來頁的就是智能也不是太多 花個三個小時你發驗 就是把這個名稱全部看過 那就叫轉經了 聽懂嗎 就轉過了 全部的經都在你的什麼 眼睛轉過一千 嗯 讀題目 也是跟讀內容一樣 聽懂嗎 例如說你們叫我果爐 果爐兩個是不是就代表我全部 當然是嘛 懂嗎 嗯 那麼所以說 同樣看經明也有功德 我去看 翻翻翻翻 哦 那有的經真的是完全從來都沒見過的 嗯 你都想像不出來 有竟然有這樣的經 你就一個一個去跟它看 看那個經明非常有趣 然後很多的經是同樣的一部經 不同時代不同人翻 那經明就不一樣 那你把它打開來看的時候 最初還都看不出來 看到最後才 哎呦 好像似曾相似 最後你才會知道說 原來它是同一部經 像這些你們有機會自己去玩一玩 聽懂嗎 為什麼叫你們玩一玩 不叫你們研究 研究太辛苦了 玩一玩就好 聽懂嗎 玩一玩也什麼 至少我們講說 也看過佛陀 講過哪些經 然後這些祖師大陀翻譯過哪些經 其實真正的經不多 我們的大藏經裡面 佔的最多的是什麼東西 禪宗的以路 一大半 我沒叫你們去看禪宗的以路 我只叫你們看什麼 看佛陀翻的經明 所以說那個經明呢 就不算太多 哦 那麼 然後當然也有立章也有論章 立章跟論章的東西 經明看一下 然後規定基世 不可以看比丘比丘年界 聽懂嗎 你們不要好奇去翻它 當然做學問是沒有問題啦 你如果是學者研究 但是一般我們講說 作為一個佛法的信徒 我們不要去看出家界 為什麼不准你們看 人總是有分別心 聽了嗎 你如果沒有懂這麼多 你就不會去分別這個思路的 哪一個地方犯法 哪一個地方不規矩 哪一個地方怎樣 等你如果看了以後 你馬上就講 心裡就想 這個師父不如法 這一點師父不對 那一點怎麼樣 就像我剛才 九個人一搬上來 如果沒有看佛經 你就不知道說他是錯的 嗯 因為我們講這個 這個傳界只能最多三個人 就是不能重 不能變成四人以上 印度就叫重 不可以變成重 要一個一個受戒 受戒的話 以一個人 那最多只能三個人 這叫做不是為重 因為戒是叫個別戒 一一的傳的 那麼 但是我們講 中國這樣子 一向都是這樣子 九個人一搬 那你如果不看戒本 你也不知道 你就不會批評 聽了嗎 你就會坦然接受 嗯 那所以說 如果你們把這個什麼 比丘比丘禮戒 拿來看了 那你們就會覺得 這個地方師父也不對 那個地方師父也有問題 那就變成什麼 都自己不會看自己 然後只會去說人家 然後你對聖寶 就沒有產生恭敬的心 那這樣就不好 所以說 為什麼不叫你們 不允許你們看出家戒本 也就是在這裡 這樣了解嗎 嗯 那麼甚至於比丘 你也都不可以看比丘的 嗯 那比丘可以看所有的 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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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佛陀是男的 哈哈哈哈 倒不是這樣 聽了嗎 因為那個時代 我們講說 女眾在印度 他們也跟我們中國一樣 大部分受的教育能力 都比較差 這樣明白嗎 那很多的需要什麼 不了解的地方 不管經典議禮或者是戒條 都需要大聲為他們怎麼樣 來解說 來幫助他們 所以說 我們講說 甚至於經典講 百年的老比丘尼 看到 只出家一天的沙密 都要頂禮 知道嗎 如果不頂禮就是違戒 那並不是 你說 修行已經百年受戒的比丘尼 為什麼對於一天 剛出家的小沙密 只要受戒十戒的 你就要頂禮 並不是一個高低 而是什麼 就是說 它淺顯的 是代表什麼 我們講說 整個的大法 沙密雖小 但是就好像小龍 將來會成為龍王一樣 小王雖小 但是他將來會成為大王 小火雖小 但是不去控制它 就會變成什麼 大火 所以說沙密雖小 但是它也是什麼 森樹裡面的一個 所以說你不能看 說它是小沙密 你應該理經的是 看到這是整個什麼 教化你這個大森 聽懂嗎 就它代表的是 整個森的一個表現而已 所以你不要只對這個 啊這個小沙密 什麼都不懂 我為什麼頂禮它 不對 是你的心目中 知道說我頂禮的 是整個什麼 整個比丘的這些大森 這樣明白嗎 所以今天我跟你們講說 你們頂禮出家人 或者歸出家人 不是只歸那個人 是歸整體的佛教 的出家人 這樣明白嗎 所有的出家人 不管他會修行 不會修行 只要他受過戒披上袈裟 獻出身相 那麼不管小道是沙密 或者沙密尼 嗯 那麼你都要恭敬 還有他會不會修行 如法不俗法 這都不是你的事 你所看到的 只要依你自己是個三保弟子 你對於身中 就應該要怎麼樣 要護持 要恭敬 要禮敬 嗯 那自己對不對 是生團裡面自己會去處理 那麼生團沒有處理 那還是這個出家人 他自己因果不會怎麼樣 不會 不會說是因為他出了家 就做那些錯事 就不會有因果 一樣照樣有 這樣明白嗎 所以不需要我們做在家弟子的氣 加以什麼指責 或者來批評 你一批評一指責 你已經就什麼 一來就犯戒 二來 我們講說這樣子就死的 我們講說 比丘叫和和生 你講來講去的話 就死的和和生的生團 變成怎麼樣 會產生鬥爭 所以他是五命之一喔 叫破和和生團 跟殺父殺母 殺父羅漢的罪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自己有時候要小心 聽懂嗎 不要常常嘴巴喜歡去 啊某某怎麼樣怎樣怎樣怎樣 你說得很高興 別人也聽得很高興 結果呢 你自己在犯口業 你自己在怎麼樣 審服做貨 照貨你自己都不知道 八卦新聞 世間的已經很多了 夠你們去談了 了解嗎 就不要再談到佛教裡面來 例如說上次我就遇到一個 他說 法師法師 你有沒有看那個少林寺和尚怎樣 有沒有有一些傳 傳說這個少林的方丈怎樣怎樣怎樣 我說 為什麼要把時間浪費在這裡啊 看過就把當作沒有看過 最好不要看 聽懂嗎 關我們什麼事呢 懂嗎 你這麼好奇去 你要去踮一腳啊 懂嗎 都不需要嘛 對不對 都懂了 只增加你的分別心 妄想心 嗯 是不是 所以說不需要 更何況我們內心裡 嗯 都永遠期待著說 佛門的聖堡能夠怎麼樣 親近 然後佛門的聖堡要親近 居士門的力量很大 你常常用鼓勵的 聽了嗎 用一種讚嘆的 用一種取喜的 哪怕他不對 可是你只要給他機會 更多的鼓勵 他們就會慢慢會改進 了解嗎 因為人性本善 然後佛性 親近佛性 也使得沉迷的人 自己會在別人的這個愛護之中 別人的關懷之中 他會站立起來 往往做錯的人 他為什麼會一直淪落下去 因為他自暴自棄 那為什麼會自暴自棄 他覺得這個世間太可怕了 沒有溫暖 沒有什麼正義 沒有什麼什麼 所以他覺得 不值得自己去改進 也不值得去做好 他就只是 一昧地淪落下去 但是我們如果 做一個佛弟子 我們常常對 這些大德 不管他怎樣 我們用一種什麼 讚嘆 恭敬 這樣的心來期待 我相信 那麼佛們的身保的親近 還有他們知識 道性的增加 是不是我們 居士們的福報啊 那當然 所以說不要眼睛只看到 這些法師或者道場 或者什麼樣的這些不好 我們只問自己有沒有做得好 聽懂嗎 自己做好 然後更要把自己的力量 去幫助我們這個團體 了解嗎 這才是更積極的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 那我們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佛陀成立的身團 本來就是清靜的 本來就是如法的 是不是 那為什麼最後會改變 是因為眾生的什麼 习氣 眾生的貪染 眾生種種的血池 它變質了 既然會變質 是由人造成的 那是不是也可以用人去改變它 當然可以 我們大家發心 就能夠把這些什麼 不好的現象 我們可以改進變成好的 就如同你們即使在五六十年前 或者七八十年前 佛教裡面的殘堂 是沒有你們這一號人物的 因為只有出家人 才可以在殘堂裡面 用功修行 然後出家人還只規定是比丘 到現在很多的大道場 密宗都不允許進行 連比丘你也不允許 因為我七年前 帶了團體 從台灣到主庭 就是各個地方去參拜 然後我就跟道場要求 能不能殘堂 讓我們去怎麼樣 沾養一方 因為殘堂出祖師嘛 是不是祖師都是在殘堂裡面出來的 去感受一下也好 去領敬沾養一下 或者坐在那邊怎麼樣 聞一點香也好嘛 受一點仙氣也好 嗯 因為祂還是很多的道場 是幾百年下來的 好 那麼尤其說 例如很多虛擾上現在所蓋的這些地方 都還在 老人家雖然沒有福報 我們沒有福報見到祂 但是祂的教員也看了 然後去到那邊 沾養頂禮 那個地祂跑過的 對不對 對 禅堂祂在那裡面說過法的 結果很多道場就只允許 南宋的出家法師進去 其他人都允許 很可惜的 有些很有趣 那個管禅堂的法師看一看 好 現在是我們休息時間 那答應我們所有人進去 那我們大家就高興的不得了 他就把那個一個大的 像我們這裡的門簾掀開 我們就進去 然後環著四周禪堂 都是有禪凳 然後各個就坐上去 哎呀 哎呀 坐 然後一直想 一出來大家就說 哎呀 怎麼樣 感受到零氣了 那麼感受到很好的 那麼真的是 我們用一種恭敬的心 歡喜讚嘆的心情 那麼的確是很難得 但是現在我們就講 所有的地方 幾乎都已經對四周禮子 都開放了 只要去歇息的 那麼都可以 當然少數一些 還仍然不允許他 但是我相信 應該會隨著時代 中國古代的禪堂 為什麼不讓你種進去 不知道 因為多了一個你的 就會出問題了 懂嗎 你說多是難的 我們就講嘛 上廁所 我不會跟大家講過 門都沒有 大家彼此看得到 多一個你的怎麼辦 睡覺大家在一起 是一起睡的 大桶鋪啊 你掺杂幾個你的怎麼辦 洗澡 也是怎麼樣 大眾一起公益的 就是那個桶子燒好 以前的木桶 然後用個小桶 然後把身上沖 拼了嗎 然後就洗 洗好了 然後再怎麼樣 回療房 所以說都是公眾 那為什麼都是大眾在一起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 佛教的修行 不允許有私人的這個 個體的時間 私人個體的時間 我們無時以來的 那個夜冷息氣 是不是會出現啊 啊 你胡思亂想啊 還有做一些什麼啊 那都可能 是不是 雖然沒有你的 你也可能會 會想入非非什麼那些 所以說以前就規定 所有的 你們包括上廁所 入浴 睡覺 吃飯 全部都是怎麼樣 都是團體的 所以就不容易出差錯 因此 如果多一個女的來了 就問題就大了 是不是 所以說 那麼 以前並不是說 沒有比丘尼到場 是因為後來送草以後 女眾越來的耶穌越多 那麼出家的女眾就越來越少 那就變成小安 聽懂嗎 安堂的住了 十來個人 就沒有形成大的什麼 那種的叢林來接引什麼 女眾修行 所以不是不平等 而是什麼 因為它有時代的背景 聽懂嗎 一直一直過來就沒有了 因為原來以前女眾出家就少 那再加上什麼 能夠積極千百人共同用功的地方 的女眾試練也沒有 所以說就變成 我們講說只有男眾的 這樣明白嗎 那現在我們中國大陸 女眾的刀場 幾百人在一起 又共同修行的也有了 那就沒有問題 那現在很多的也都改進了 你像叢林的大刀場 現在的洗澡也都有各自的什麼 房間有沒有 睡覺也各自的房間 都是套房的 嗯 然後只有吃飯還是什麼 大家一起吃 然後睡覺也是各自對不對 上廁所也是一人一間房 都可以關注的 這個是跟時代改變 總之就希望你們要珍惜這樣的一個音樂 好難得能夠來修行 而且這樣子的開放也是近代而已 在台灣也是最近幾十年而已 就師父回來以後 比較有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接引所有的市眾地主 慢慢慢慢的形成什麼 一部長長修行的縫氣 那麼中國這個 最近開放以後 建設慢慢的起來以後 那麼長修也漸漸的提倡起來 但是就是說 還欠欠真實的 一些比較有刺定 有很好的指導 那我希望你們要去發言 把這樣的修行指導 用協會然後帶下去 嗯 然後讓各個地方都能夠有什麼 類似像國外的禪中心 人生成 那麼可以這樣 普通的人下班的時候 就可以去打坐一下 然後呢 有假日的時候就可以怎麼樣 三天五天一個禮拜 就可以共修 而且是在人口積極的 部會區 那這樣的Zen Center 就可以幫助很多很多的人 好 那麼希望就是大家 以後你們的責任就是 相當常是以後會成立很多的 類似這樣的Zen Center 那你們就要去什麼 分化一方 嗯 所以說為了你們責任很大 你們如果學不好 就要一忙贏中忙 那就完蛋 喔 不僅是會傷害自己 會傷害眾生 更會傷害佛方 所以說在這裡你們一定 不管是修行的 這個對於教理的認知 或者修行次第的指導 來自於自己身心 或沒有真實的體驗 都是非常重要 喔 所以說不要浩高無力 一定要腳踏實地的 認真學 這樣我們才對得起佛頭 明白嗎 嗯 所以說常常自己 有時候禮佛拜佛的時候 不必盲目的磕頭 拜完三拜的時候 就靜靜地站在佛的面前 然後自己觀想 觀察思維佛 這一生對我們生命的重要 是什麼 我們如何向祂學習 祂是怎麼把祂自己的生命 對眾生做這樣的 毫無保留的這樣的不失 我們自己也沒有辦法做到 身為佛子的我們 是不是應該也要加把勁 多努力 所以說常常站在佛前 嗯 或者坐在佛前 就是安靜的師妹 尤其是夜深人靜 沒有其他人打擾的時候 更是應該這樣 哦 那麼如果說功夫更好 其實時時刻刻 我們心都要不理佛 明白 常常見任何的一些景象的時候 佛的教戒 聽到嗎 還有佛的兵臨 佛的指導 佛的種種一切 馬上就會從你身心自然湧現出來 要有這樣的一個功夫 哦 好 所以看到 如果我們講說佛 那麼這樣子的積極為眾生 說 談經三百一會 所渡的人天怎麼樣 其數就無量 那麼 佛出現在人間 有祂的因緣 延伸 師 視現出世 那麼 顏面 這怎麼樣 就一樣 就是 一樣無常到死 哦 那我們在佛經裡面就講 入涅槃 其實涅槃兩個字呢 是印度化 我們現在都把它當作死了 嗯 不是 涅槃是什麼意思 翻譯做中文叫做延極 嗯 那延極是什麼意思 極是極滅 嗯 就是我們所有的一切 我們現在的心 還有所看到的一切 是不是深深淚淚 我們的心 是不是跟著這些象 淒淒浮浮 好好壞壞 高高低低 這個就叫生滅心 又叫生死心 嗯 那麼 學佛法以後 自己 能夠把自己這樣 生死的 這樣子的一個心 把它怎麼樣 停止了 這個就叫急 聽了嗎 急就是把它安靜下來 不讓它生生死死吧 對 那麼把它滅除了 那些種種煩惱 所以稱作極滅 這樣明白嗎 就是滅除了我們自己 眾多的煩惱 正多的生滅 種種的貪真吃的這個心 終於怎麼樣 完全禁除了 我們就叫做延極 喔 延滿德 讓它禁除了 那麼印度化方文就叫涅槃 嗯 嗯 這裡昨天還有一個字 叫Nivana Nivana 黑板 今天不知道被誰炒掉 喔 那麼 那個翻文就叫Nivana Nivana 你看 那個音是不是像滅盤 Ni 就是Ni 聽了嗎 古代的音翻 那個音讀都不一樣了 喔 那例如說我們台灣話 滅盤叫Liaphoan Liaph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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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更准 台語比我們現在國語更准 台語的音叫做中原古韻 聽了嗎 中原古韻喔 我們中國以前的古韻 那麼 台語是保留得非常的多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客家化 客家化也保留得非常多 還有廣東話也有一些 那麼總之就是這些中原古韻音 那麼到了這個我們講的清朝的時候 它就變成光話 那個光話就普通流行的 但是其實是其人自己平常講的那些話 那麼就跟我們的音就變得很大很多 所以說那個滅盤 那滅有沒有亮 那個音就是 就很像 所以說這個就是指 我們講說印度的凡音翻成之後 我們中文叫做延吉 或叫吉滅 那麼 很多人那麼把人死了就叫做內蠻 如果你要用呢 起碼用再出家人 普通人不可以出來 普通人不可以出來 普通人 只能說到什麼 如果皇帝叫什麼 宏奸奔 還有呢 宏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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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另外 曾已經死的 叫做什麼 已經死的皇帝叫什麼 宏奔 宏奔 不是這樣嗎 宏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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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处理过这些后世啊 什么这些 那么我们就称他说大型 所以我们马上可能会有一个 意大利来的和尚 他也叫大型 他是大型法师 那我们呢 大概会在十月份 会打一个国际的禅山 就是为国际的这些人来开办 那当然你们都会是在这里面 我们会中英都会讲 那么佛法要传遍 所以说外国人来到中国留学 那中国留学就不只是留中国文化 对不对 不能说每次只叫他包饺子 然后剪剪什么 剪纸 然后不然就拿一支毛笔给他乱画 这个叫中国文化 如果中国文化是这样 那就太简单了 听到吗 我们起码要教他怎么喝茶泡茶嘛 对不对 怎么品茶嘛 然后我们讲说要画 就不能只吃消化嘛 对不对 还要怎么样 让他研究一点真正内涵的东西 让他整的是什么 去转化 提升为他自己认知的 不管是我们老庄的 或者孔子的 或佛教的 所以说我们提供他们怎么样 来这里打坐禅禅 来体会 生家的什么 生活 比如说早上 啊 四点起来 可能这些羊鬼子都还没有怎么样 睡觉 我们台湾我们刚办完中大 中香港中文大学的 这些大学生的禅心 没有多久我就来到这里 那些大学生说 最苦恼最苦恼就是什么 早上四点打板 那个时候正是他们要 刚开始入睡 就从来都不曾这么早说 十点就睡 然后也不曾这么早起来 那一到饲料里面过这个日子 首先就很苦 这个时差就真的是出来了 然后再来 第二个苦是什么 我们猜猜猜看 不是 吃饭 再猜 滴头足 滴头足 怎么都不知道 滴头足就是把手机没收 七天里面不准他们看手机 哎呀 他们说不看手机 那就好像掉了魂一样 很难过 你们这几天 手机把你们拿来 有没有偷用啊 有人只叫一把 他有两把 有就要赶紧交出去 我们的规定要确实遵守 你们不是来跟我躲泥潭 或者官兵抓强盗 听懂吗 我们是来这里 是学会如何真正的 真诚的面对自己 听懂吗 这些规矩是为了要成就我们 所以不是官兵抓强盗 抓到了就被你抓 被你处罚 抓不到叫做什么 我幸运 不是这样 听懂吗 我们不会不来这一套 我们是来修行的 所以说 那个手机一定不可以用 那我们已经很慈悲了 礼拜一都可以发手机给你们 那你们到时候 还是可以联络啦 听懂吗 然后那个真正的事情联络 没有问题 是我们 那个习气已经被他绑住了 手机不滑 头不低下来 就好像日子不知道怎么过 所以说这个 是他们结果最苦的 腿痛还算是其次 最难过的是 第一个是手机没有 第二个是睡觉 睡得太早 第三就是什么 大家挤在一起 他们不习惯 有的女孩子 男孩子可能比较好的 女孩子跟 虽然是跟女孩子一起睡当美 觉得怎么样 很怪 所以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无死以才的习气 只要稍微改了 就都没有什么问题 好 所以说希望你们来到这里 你们要真的认清说 我们为什么来这里 明白吗 所以所有的规矩 不是叫规矩 是真正要成就我们 所以你只有怎么样 更尽心的自己去做 更努力 例如说像拜佛 你说为我拜吗 我规定你们三百拜 你们就不得已 不然脑子上 会打我会骂我 吃饱太赢了 就太咸了吗 那还要管你们这个 其实不是 是要你们自己去拿 从礼佛拜佛之中 传真话 所以有没有跟你们讲说 礼佛的 种种的意义啊 那么你有没有 从这里面去听 所以这才叫做修行 好 那我们再接着看说 四尊八相成道 皆为方便视线 同意幻化 他在法华会上自述 说我已成典结钱 早已成佛 这世已来藏在沙伯世界 说法教化 亦一处 百千万亿拿由他 欧生其国 倒立众生 可知后世学者 对世家出道 学道 成佛等垂机 若固执为时有 则亦如愚人说梦呢 这里不是愚人啦 痴人说梦 好 我们再来解释 什么叫八相成道 成道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成道就是成佛啦 就是道业修成了 我们说是成道 那哪八相呢 好 查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说降生 在兜帅 然后降生兜帅 然后从兜帅下来 然后呢 到母亲的肚子 住胎 然后再出胎 然后怎么样 再出家 然后再降磨 再承道这些种种的一切 那么总共有八个 但是呢 这个八个的内容 我们去查一下 八相上查到没有 好 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兜帅 就是生兜帅 就是我们佛陀 那么每一尊佛 其实都有他自己教化的地方 跟他的因缘的众生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在修我们将来有一些成佛 那你首先叫福慧要圆满 除了福慧要圆满以外 你要先把自己未来的国土 要去庄圆它 例如说我们释迦摩利佛的国土 我们叫做沙佛世界 那么欧弥陀佛的国土 我们叫什么 叫做极乐世界 对不对 那么这个 其他的各尊各个佛都有 例如说我们东方的药师佛 叫做什么 流离世界 那然后其他的 各个地方的都有不同的世界 然后都有不同的众生 那么所以说 现在我们修行就要什么 首先叫做庄严净土 就是例如说你要娶老婆 老婆一定先跟你说你买房子的没有 然后他会说买了 那就可以考虑 你看那个鸟啊 如果会答应另外一个公的求婚的时候 那个公的都要先把什么 先把槽做好 有没有 然后还在槽里摆了很多漂亮的东西 还嘴巴要嫌什么可能好吃的东西 然后来来什么 来跟那个持的母的示好 一一步步带他来看 你看我们的窝很漂亮吧 然后窝里面还会布置 他会去嫌一些怎么样 很漂亮的玻璃籽或者一些奇奇怪怪的 然后还要怎么样 送上什么一朵鲜花 当然不是鲜花 可能是蟲啊什么这些 结果允许的 所以说这个庄严净土 这样明白吗 将来你要成佛 也要有那个什么净土 明白吗 至于净土或者是会土 那么每尊佛发的愿不一样 像我们佛陀他就在会土 会土就张着土来成佛 那么很多的佛都是怎么样 都是发愿要在净土成佛 所以我们《欧密陀经》里面有说 十方的佛都赞叹我们什么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赞叹 说赞叹他在能 在沙佛世界五着二世 有没有 来成佛 这不是一般的 我们讲说大菩萨 能够发的这个愿 所以我们释迦牟尼佛了不起 能够什么 像地藏菩萨一样 地义不空 士不成佛 其实所有的佛跟菩萨 都是一样照样会去地义会去哪边 但是我们讲说 特别我们就选说 以地藏作为德行的代表 这样明白吗 并不是说其他的就不要 其他的菩萨或佛就不会往地一去 都不可能的 都一样会 只是说我们这里面显出 说他是特别怎么样 殊胜在这方面 第一个叫做降多赛 那么这些佛他们首先 我们讲说前一阵的佛要入灭的时候 他就会怎么样 类似像指定或者类似受祭 在我们佛我们叫做受祭 听了吗 受就是传受的受 祭就是祭别的意义 受祭就是某某人 你多少节以后 你会在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的世界叫什么名 在那里成佛 成佛以后你的名字叫做什么 你的弟子有多少人 然后大弟子能拿几个叫什么名字 然后甚至于你没有出嫁以前的爸妈叫什么名字 然后老婆是谁 或者儿子是谁 都会讲的一清二楚 这就叫做受祭 比如说我们释迦牟尼佛 在哪一尊佛的底下 受祭说他会成佛 然后叫释迦牟尼 在燃灯谷佛 燃灯佛 在这个什么 金刚经里面就有嘛 嗯 那么你们去看法华经 法华经里面 基乎佛陀的大弟子 不管是 燃灯你的 那么都受祭祭祂 将来会成佛 而且是什么什么什么名什么名 你们可以去看受祭品这些部分 就可以了解 那么例如说 佛就指定 就受祭了 我们沙佛世界将来的补处佛 补处佛就是地补释迦牟尼佛的 这个教化沙佛世界的这个众生的这个佛 将来佛是谁 米勒菩萨 听了吗 那然后我们讲说米勒佛 那么经过大概 我们讲说五十亿什么多少万年 现在有人把它算出来 那么他成佛的时候在这个沙佛世界 但是那时候的沙佛世界 跟佛陀 释迦佛的沙佛世界就不一样了 他那时候成佛就叫荣华会上 就是荣华的世界 然后荣华会上有三次的度化众生大型的 然后其实当这个米勒佛 在我们讲说沙佛世界成佛的时候 沙佛世界已经都变成什么 没有像我们现在佛陀充满着五着二世 他那时候的都是实善 都行实善的这些人所会继承的 所以说同样可能是沙佛世界 但是内容已经怎么样 也都不一样 那你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下一任佛是谁 观世音菩萨 然后观世音菩萨一成佛的时候 他也不叫观音 然后整个极乐世界也不再是极乐世界 听到吗 就是观音菩萨自己所成就的世界了 跟原来阿弥陀佛的是不一样 知道明白吗 每一个菩萨在他阴地以内修的是行 那就有他自己产生出来的特色 知道明白吗 例如说你们结婚的时候你们成的家会不会跟你们爸妈一样 大致上差不多嘛 听到吗都是家嘛 就是一个老公一个老婆嘛 那以后可能会有孩子嘛 这大致上没有错 可是每个家的内容会不会一样 就家家有本难念经你们自己都要去扛起来 都要自己去念 是不是这个就叫什么 这个就是庄严净土 就每一个人自己的阴地那么所造的 然后成为庄严净土的时候果地的时候就不一样 明白吗 那同样的要成佛要怎么样 首先庄严净土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什么 成熟众生 众生你要去成熟他 也就是说 所有佛教化 会跟这尊佛同样在这个 不管是净土会土出现的 都是这尊佛多生累结 曾经跟他怎么样 结过严的 没有任何因缘的 不会 不搭嘎 听到吗 是不是你们叫做不搭嘎 连碰都不会碰在一起 你想也不会想到 我们现在很多世界的各个地方的人 或者地点 哪怕是新闻报导 我都还不知道它是哪里 真的啊 就是它报导出来 你都还觉得很陌生 是不是 如果不是这样科技发达 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想到有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地点 有这样什么 所以说如果无缘的都不可能在一起 那么我们讲说 佛当他庄严净土以后 那么一定是所有有缘的众生 才会跟他集会在一起 所以说他在阴地里面要不要去做 对众生的教化 所以对众生的教化 也就是他将来成熟以后 我跟他共同 我们讲说在那个国度里面 共同修行佛法 然后一佛出世 我们讲说诸佛共住 听得吗 共同来相住 那么会以不同的形式 来作为将来这尊佛的什么 的地址 例如说大菩萨或者成为欧罗汉 或者成为基士或者什么 那么我们讲例如说 威摩基菩萨相传就是金树如来再来 对不对 金树如来知道吗 金树嘛 那个树就是小米的啊 小米的那个金树如来 他在我们释迦佛你看 度化的时候 他在印度视线做什么 唯摩基士 然后来帮助佛陀弘化 这就是一佛出世 就是诸佛陀来共住 那我们讲说观世音菩萨 也是过去正法明如来 那么也来到什么 我们讲说佛陀的这个沙博世界 来帮助佛陀教化 是不是 然后他同时也在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说我们就讲说 佛将来要成佛的话 除了自己的修要不慧基主以外 也要怎么样 要庄严净土 要承受众生 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 以其说是帮助别人 其实纷纷都是帮助自己 明白 否则你只要欠欠你都不可能完成 所以说我们现在 为什么说再辛苦 我们自己要认真歇心 再辛苦都希望他法能够利益众生 包括我们在这里的相爱的志工菩萨们 也是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 最终都是帮助自己 而且这个福报一点都不会减少 那么因此自己不管是发心或者努力 都要往这上面来做 那么八项成道 第一个我刚才就讲 降多帅 也就是说多帅是多帅天 听到吗 就是我们异界的第四天 这个多帅天很有意思 他叫做知足天 就是这一天的众生 他们的欲望比较少 但是呢 这个这一天里面的这个天人呢 没办法知道 弥勒佛所处的地方 所以说唯独我们讲说 多帅天有一个叫内宴 一个叫做什么 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的 没有办法知道内宴 内宴大部分是我们讲说 将来下身补处佛 那么会在这个地方 等待他的时节 阴眼成熟的时候 下降到世间 听到吗 那么第四天的 他是一阶天 是不是离这个世界最最近 那么所有的 这个我们讲说 跟他有言一起要下身 来世间的这些大菩萨 就会共同怎么样 在兜率的这个地方 然后来听这个什么 补处佛跟他继续在讲经说法 共同修学 然后等待时节 一年一到的时候 一起来到什么 这个人间共同教化 所以说补处佛 那么他已经是 我们讲说是等节位 那么最后一步 成佛就叫妙节 那么在这等节位的时候 那么他如果是在哪一个地方做补处佛 那么他就必定要到那个世界的 一界天的这个多算 所以不只是我们沙博世界的多算 任何地方也都有 那美尊佛就在那里 叫做降多算 就从他更高的位置 然后怎么样 降到多算的一界天里面 那么等待时间一年到了 那么再下身人间来教化 所以这第一个叫做降多算 第二个呢 嗯 嗯 是什么 入胎 入胎 时间一年到了 那么 这个补处佛 就会找跟他因缘 那么 就是 他这一生要 要什么 要出世的爸妈 听到吗 然后来什么呀 来脱胎 然后就进入妈妈的子宫里面 我们就称作祖胎 好 那 这个是第二个像 那第三个像 是什么 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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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么大家十个月满了以后 就怎么样 小孩子就呱呱落地 然后呢 再来什么 你考得这么多做什么 我再讲八相成道 还一直动来动起 嗯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出家 当然 娶老婆这一部分 因为不算是修行的 哦 所以说就不会去写他 嗯 所以说就是什么 出生以后 那连长大的过程都省略 你们有没有看 精细 有时候很多说文常 男性 然后怎么样 啊 然后就笔画笔画就全部就过了 有没有 然后听我说来 比一比就说完了 就跟这个一样 听了吗 那自己佛陀怎么成长 就列过不讲 你妻老婆也不讲 听了吗 怎么出家 哦 那么 这个出家就跟修行有关系了 那么 这里的出家 当然就包含他头跑 哦 包含他怎么样 苦修 这整个 哦 都叫怎么样出家 哦 然后修行以后 我们讲说小圣 经典里面有想谋 我也跟大家讲过想谋了 对不对 所以就不充数 就丰富 那么 当所有的妄想 所有的贪嗔痴爱 除掉了以后 就叫成佛 成佛以后 我们就叫说法 说法就是转法文 哦 然后最后怎么样 到八十岁的时候 绝对入灭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八相成道 明白吗 哦 那么 说 四尊八相成道 皆为方便四限 同一幻化 意思就是佛陀 不是只有这一身才在这个地方 在印度 然后呢 出生 然后成佛 度化 然后最后入灭 你不要以为佛陀只有这嘛 佛陀是无数节以来怎么样 就早已经成佛 哦 就成点节以来 什么叫成点节 就像灰尘一样 这么多这么多的结束 那意思就是非常长的时间 他已经怎么样 早就成佛 然后呢 成佛以来 现在 就在我们这个沙佛世界 沙佛也是 凡文 翻译说中文是什么意思 叫做堪忍 堪忍什么 就刚才我们那个五卓 嗯 五卓 再把它弄出来 哦 哦 所谓第一个 就叫做什么 结着 第二个叫见着 第三个叫烦恼着 第四个叫众生着 第五个叫命着 结着 就是时代很怎么样 很黑暗 嗯 很糟糕 这个叫结着 哦 那么再来什么叫见着 见着 见着就是 身在那个二世 所有众生的什么 见着 看法跟见解 都很怎么样 都很污秽 都很脏 嗯 这个叫见着 那么是不是这样 我们讲说真的是 可怕的年代里面是怎么样 烧杀鲁烈 认为这是 啊 天经地义 为什么 有本事的人拿去吃 听到吗 没本事的人就被人家欺 所以叫人善被人欺 马善怎么样 就被人欺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见解 是不是天下就大乱 嗯 所以天下大乱 这样的见解 我们就叫做见着 知道明白吗 那么 生在这样子的一个可怕的年代里面 大家的知见这样子 糟糕的话 是不是就产生更多的什么 冲突 那这些冲突我们就叫烦恼 是不是 为财为民为利 啊 有时候为芝麻小事都可以打打杀杀 是不是 这就是众多的烦恼 然后再来什么 所有的 集合在一起的人都不是善知识 都是怎么样 都是你以我诈的这些畜生 人虽然是人 可是却从如同畜生一样 这就叫众生浊 很可怕 哦 那么真实是这样 你不要以为美国这么好 嗯 我在中国大陆说句老实话 我三更半夜 我又不怕鬼 我会抓鬼 对不对 所以呢 我都赶走 或者我身上捅了钱 我也不怕 可是在美国呢 啊 我不怕鬼 可是我怕人 我不信你 我毕业的时候到纽约去逛了一下 坐他们的地铁 那个 你不要以为说美国这么进步 那地铁又长又黑又张 然后滴着水 然后灯又很暗 啊 啊 那你就 是什么 有点像电影里面的那个什么 啊 鬼影妹妹的那种感觉 如果又雾 冬天 又起了雾的时候 嗯 那你更是觉得像什么 西七考课的什么 那个 那个恐怖电影 你有没有看过西七考课的恐怖电影啊 嗯 没有 真的摇头 什么都没有 好 那个 很可怕 哦 那 真希望怎么样 有人 可是等到脚步伸出来的时候 更可怕 为什么 因为没人的时候 你知道除了鬼会来伤害你以外 没有人会来伤你 听懂吗 可是 当有脚步伸出现 你看到的是人 然后是快 又大的黑人 当然白人也有干坏事的啦 但是因为在纽约的downtown 黑人是比较多 白人在 这个 晚上的时候都已经住到郊外去了 那么 都市里面的火车 大概都是只有黑人坐 一看到 你心里也紧张 为什么 紧张它会不会来伤害你 啊 所以说 不见人的时候怕鬼 没有见鬼的时候怕人 在那个地方是这样 啊 结果我在那边停留 不到几天我就赶紧拴 跑啊 真的啊 我那个 我们学校 那个 那个就是现在我们插卡去拿钱的 嗯 光天化日之下 啊 人家就抢钱 就把一个学生就捅死了 然后那个 早期的同学告诉我 他说法师 你的皮包里面绝对不可以不放钱 可是也绝对不要放多钱 放多钱呢 着急 人家一定会抢你 然后呢 不放钱 人家抢你的时候 没有抢到钱 啊 就捅你 为什么不放钱 让我白 白辛苦 嗯 所以说 最少他说 一定都要美金二十块 因为二十块 他们就可以去买什么 买毒品抽了 那些 嘖 真的很可怕 骗你 嗯 所以说我们讲 一个物质文明 这么高的地方 其实乱不乱 还争乱 越是大毒会 越乱 越可怕 你看那个支架哥啦 还有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电影里面的那个 海边的什么什么城啊 看起来都 都很漂亮 电影里面都很美的 其实呢 很多问题重生 听懂吗 嗯 收集老师啊 还是真正 台湾和中国 嗯 骗你们 尤其现在 你们要什么就有什么 嗯 为什么 一点什么 乐 乐什么 淘宝 哈哈哈 就可以淘来了 是 几乎都有 所以说 啊 真的 欸 很可惜今天你们没有看到 七十年的夜宾连马 嘖 很壮观 你们想一想就好了 哈哈哈哈 欸 再过几天你们就留手机吧 听懂吗 星期一 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明星你们看一下 我今天也描了一下 哈哈 那么 真的是 哦 不是 不是为了先养军备 对不对 是真的为了和平 这其实也很难得 嘖 在 美国留学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 一个国家对我们的重要 听懂吗 在 台湾的时候 每次我们 升旗什么都要唱国歌 烦死的 因为升旗觉得很 很啰嗦 去到国外 当那个 不管是我们 这里的旗 或是台湾的旗 仰起来的时候 哇 那热血澎湃 听懂吗 嗯 然后赶得很眼 就去看我们 嗯 不管是台湾的 还是这边的 除非是两个干起来 那就没办法 啊 对吧 有时候是不是会碰在一起啊 否则只要是对外国的 不管他是中国 还是台湾的 是不是都是一面倒 大陆的也是为中国 为台湾 听懂吗 哦 那台湾的也是一样怎么样 喊 中国加油 哦 那个 那个情细的高张 哎呀 在国外真的会让我们很感触嘛 听到国歌会掉眼泪 嗯 我以前不到大学的时候 烦死了 还什么国歌 听懂吗 我们台湾 越到后期学生的什么 一种一种反叛的思想 有很多 很讨厌这些什么 政府规定的啦 或者官方规定啦 或者校方规定的啦 我们都希望了嘛 学生能更多的自知 更多的什么 嗯 然后真的去到那边的时候 才觉得可怜啦 然后我们台湾的留学生 一出事情 跟美国联系 没下文 为什么 因为没有正式的官方的 但是 但是 在那时候 其实让我们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当我们台湾的留学生 发生问题的时候 大陆的 不管是领事馆还是什么 都会主动介入 主动一介入的时候 很多事情很快就处理了 哪怕你开车 车祸 出什么事怎么样 都很快处理得很好 所以那时候其实 让我们感触就是 比较深就是 还是觉得 嗯 就是说 台湾虽然好 嗯 那么 但是呢 祖国也需要 听到吗 为什么 因为 毕竟流着中国人的血 人家不会分离是台湾 或者大陆的 嗯 但是 你没有那个力量的时候 人家就是不甩你 嗯 你有那个力量的时候 人家你讲话就有发以前 就有你的地位 嗯 所以说 台湾那时候 没外交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时候 尤其我 当我去留学的时候 感受更是深 嗯 所以说 佛法当然更没有什么 地义之分 好 那么 更何况佛教 是从中国大陆流过去了 包括我的师父师公 全部都是从这里 所以说 今天 回到这里来 其实一方面也是希望把法再回传 然后也是报恩感恩 然后我也相信 我们中国有大圣佛种 听到吗 一定可以成就的 然后希望把这样的法 传到全世界去 让全世界的人都会了解 只要有佛法的地方 就不会有灾难 只要有佛法的地方 人就不会斗争 真的 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 就会如此 嗯 所以说 希望大家要了解 哦 那么 佛呢 你看 伟大在哪里 他成点结以来 已经成佛 可他不离开我们这个苦难的撒佛世界 他不要像 我们不能做比较了 听到 比较有时候就是棒佛 就是 很多的佛 他们是在净土成佛 听到吗 清净的地方是不是爽啊 嗯 比较好教化嘛 对不对 嗯 就不会这么辛苦嘛 是不是 那比较我们讲说 会土的地方 是不是众生也难教 各方面也苦恼 嗯 我们讲天上多自在呢 嗯 连风调与顺 都是多余的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 常常希望说 风调与顺 活太明安 嗯 如果净土根本都是什么呀 全部是空调 嗯 听到吗 嗯 嗯 不是调等着 嗯 所以说他不需要去调 如果调也是跟空相应 嗯 所以叫空调 嗯 嗯 嗯 好 并且呢 佛陀也在一处 那么百千万亿拿以他 欧生其婆 倒立众生 那么 其实佛 那么在撒佛世界的时候 也是 在各个国度里面 都以不同的生来教化 那甚至于我们讲佛 那么 在其他的世界有没有去 照样去 听了吗 哦 所以千百亿化身 只要有缘的众生 想要学习佛法地方 那么佛菩萨是 无处不到 听懂吗 嗯 众生有愿 就会随众生 来表他的愿 完成他的愿 所以现在你们心里常常 邪佛求佛 佛就会来你的心中 菩萨也会来你的身上 你自然一切都会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嗯 绝对是如此的 好 但是后世邪者认为 世家出家邪道成佛 等这些垂姬 什么叫垂姬 姬意思就是 不是本的意思 姬跟本在我们法华经里面 有叫做姬本 姬是指化 硬化成为 这很多很多的世姬 但是真实的佛 有没有生命来去 所以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说 叫不动吉场 吉场就是他成佛的 这样的一个真正的 不来不去的这样正悟的一个 一个境界 然后他没有所谓的 离开这里 然后大恩啊 我们讲说 虽然没有离开 可是他能够千百亿 到各个的国度 去怎么样 百亿的国度去 教化一切众生来成佛 所以叫做不动吉场 而什么啊 而什么啊 而化这个诸国 或者是而化千世界百千世界 所以说如果我们执国有 那么就叫做吃人说梦 所以说佛菩萨 你说什么时候成佛或者什么呀 都是不可说的 听懂吗 因为佛法就告诉你本来的一切诸法 你灼在有相里面 是不是就有生有灭有来有去 真正成佛就是要了解一切诸法 当下是空 可是空的时候仍然有这些 所谓的变化的这些现象 变化的现象不是没有 但是你不要把它当作实有 你就不会着它有生有灭有好有坏 有生有死有来有去就自然没有 那你就知道所谓的一切都是什么 叫做法界一向 所以称作一整法界明白吗 所以说不要以为 说什么时候成佛 或者什么时候入灭 这都是一群的鸡而已 听懂吗 不是佛的本 那么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 好 那么今天跟大家讲到这里 好 那么 同样的明天以后 又要你们自己好好用功 还是要认真精进 听懂吗 要自我要求自我勉励 因为你们是要写成佛 要写佛化众生 所以自己一定要好好努力 美丽自己 好 谢谢主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等会 remarkably 2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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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材定ador 2度 暴起来 谢谢观看